這個好像現在的國樂團的團長 類似這個大樂成 那因為他做這個是一個掌管音樂的官 你要注意中國古塑的宮殿裡面 是不是也有一些音樂 有些那個貴賓來 像我們現在有人去這個白宮 什麼室內交響樂 四重奏 所以以前的音樂簡單講 就像有些音樂簡單講 出音樂簡單講 不懂得懂得懂得懂 嗯 啊 好 好 中國的音樂呢 我們簡單講 中國音樂史古時候的音樂有分三個大階段 先秦時代什麼叫先秦 秦始皇以前 秦以前的叫先秦 就包括春秋跟戰國 那時候的音樂叫什麼樂 雅樂 所以詩經叫什麼宋 封雅宋 什麼叫雅樂 雅樂就很典雅的 所以是祭祀宗廟 祭祀祖先 天地 或者人來的時候 所以那個孔子論語不是有八一五嗎 南華大學那個雅樂團 那個音樂你聽了都會不會睡著 所以它很典雅 旋律怎麼樣 很慢 那它的樂器以什麼為主 什麼東西啊 金屬 所以那時候青銅器嘛 青銅器時代啊 叫邊宗 邊宗 邊宰 邊宰 邊宰啊 你不信的話你去看詩經 窈窕淑女 鍾骨樂之 窈窕淑女 君子好好求 最後用什麼 鐘啊 叮叮咚咚咚敲鼓把它取回家去了 所以春秋戰果的主要的樂器是鐘跟慶 邊宗 邊宗啊 那個鐘大大小小從 豆蕊米花索拉西 一口鐘會有兩個音的 它用那個叮咚叮咚敲 你們將來有紀元去到了南華美國的同學 好 發展到魏晉南北朝的叫什麼樂 清樂或叫清商樂 以什麼為主 私主 什麼叫私啊 南湖嘛 湖琴是不是私啊 一條那個 旋呢 族是什麼 笛啊 或什麼 消啊 這像不像西方的管弦樂 西方的管樂跟弦樂 弦樂是不是提琴啊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低音提琴 管啊 長笛啊 樹笛啊 什麼法國號啊 或什麼小喇叭都是管 好 到唐代的時候叫宴樂 宴樂是什麼樂 就是宴樂 宴樂 宴樂用的 宴樂的時候是不是 死去沉沉了 所以要加一點是不是活潑一點啊 所以宴樂其實是加了胡樂 胡樂就是哪個 就是西域的音樂 最主要是以九摩羅斯的故鄉 叫九祠國的音樂 所以它的樂器是什麼 西域的一些樂器 琵琶啦 琵琶這一類的 所以在尤其唐代 從漢武帝開始開發西域之後 是不是跟西域非常的平衡 說西域的文化 包括中東這些 波斯 誰說的 紀憲林先生說 世界有四大文明 四大文明 四大古文明 印度 波斯 希臘跟什麼 中國 那這四大古文明都在敦煌做的融合交接 敦煌作為向西方 西方的東西向東方 東方向西方的一個轉折戰 所以音樂也是這樣 唐代作為一個很興盛的王國 他開發 拓編 所以音樂 藝術什麼東西就這樣傳進來 所以這個唐代的很多的福人進來了 很多的文化也帶進來 所以唐代的音樂是不是很興盛 這裡還有一個小文章可以去寫 你會發現中國古代的文人裡面的詩詞裡面 都充滿了音樂性 很多是詩人又兼文學家又兼音樂家 白居易是個大音樂家 蘇東坡也是 我剛剛講的 王偉當然怎麼樣 王偉的詩不只是詩中有話 畫中有詩 王偉的詩裡面還充滿了音樂性 白居易如果不懂音樂 絕對寫不出琵琶型的 他是不是對琵琶這個樂器 曹曹切切什麼大豬小豬 叮叮咚咚咚咚落浴盤 他把那個黏啊 弄啊 那個琵琶的一個彈奏的技巧 就寫得那麼傳神 太多了 好 因為王偉非常知道這個音樂 所以因為唐代的音樂很興盛 尤其皇帝本身是不是也是一個 唐明皇 李隆基 唐玄宗本身也是音樂 李隆畢很會敲鼓 所以你說他跟楊貴妃的結合 絕對不是只有一個說帝王喜歡美色 不是這樣 他們就是叫知音 所以你唐玄宗很音樂很好 楊貴妃很會跳舞 所以貴妃跳舞誰敲鼓啊 誰啊 那個 所以才吐出什麼曲 霓裳 瑜曲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生活的一些條件 是不是比以前 以前是比我們會懂得人文生活 所以同學們除了 除了讀書 除了要敢論文 是不是要給自己一點音樂的啦 文化的啦 文學的 好 這個王偉因為做這個音樂官啊 以他的專長 但是也這樣闖了一個禍 當時有一個鄰人啊 有一個音樂的 音樂的這個什麼 就是說那個樂隊裡面有一個人 就舞了一個叫做黃獅子舞 好像我們現在過年 舞龍舞獅啊 叮叮通 叮叮通 他就舞什麼 黃獅子 黃獅子啊 獅子好像舞龍舞獅 那個獅子 但是古時候呢 什麼官的官服穿什麼顏色 前面繡龍啊 繡蟒啊 繡賀啊 繡什麼東西啊 是有一定的 就只有黃獅子舞 只有黃帝可以聽懂嗎 黃帝那個才行啊 就黃色嘛 所以我們現在被人家抹黃很不好的 以前黃色是貴重的顏色 所以就因為這樣子就被貶了 為什麼 他就被貶到 因為這樣就犯罪 也就是說這個不符合他的愉悅本分 那因為他是主管啊 就吃上了 就官司 就被貶到哪裡 就被貶到那個紀州 紀州島 現在紀州在哪裡 朝鮮 不是那個紀州 那個紀州就貶到山東 這是王偉第一次怎麼樣 第一次被貶 好 從這個被貶這十三年當中 王偉都屬於幾乎是一個 幾乎是一個隱居的階段 然後王偉大概跟禪宗 信仰禪宗大概是在他二十 二十八歲 開元 開元十七年 開元十七年的時候 他怎麼樣 他拜一個法師叫做道光 大劍夫寺 有一個叫道光禪師 這個他拜這個道光禪師為師父 所以從這個之後 那麼王偉就還要 就替這些替他的師父道光後來寫了這個塔名 就說禪師死了以後替他寫這個塔名 還有王偉的妻子的 就是他的老丈 老岳父 死的時候他還替他寫什麼什麼 一些文章 佛教的文章等等等等 還有王偉的女兒後來出家了 王偉的女兒後來出家 他還為這個女兒寫那個什麼東西 寫這個 為他寫戰國文等等 總之就是那個 王偉我們在詩裡面 我有沒有收啊 王偉的詩你看 各位同學翻開這個第一頁的 頭道一詩然若樹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第一頁有沒有看到 最後一首 可見王偉跟馬祖道一禪詩有沒有往來 有沒有往來 有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從那個開始 然後大概在開元19年 就是公元731年王偉30歲的時候 王偉30歲的時候他的妻子死了 王偉的妻子死了 王偉從此沒有再結婚 他為他的妻子守寡守幾年 守到61歲他死了為止 也是王偉沒有再娶 王偉就幹什麼 吃素 所以王偉幾乎晚年是不是過著30年如一日 妻子死了他沒有再續嫌 那白天去宮廷裡面上班 朝廷裡面上班 晚上回來就打坐餐餐 過得幾乎就像住家人的生活 如素 然後清修 所以王偉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意淫怎麼樣 很特殊的 比如說王偉本身跟佛教的接觸 因為母親的關係 而接觸了北中禪 因為跟神會的關係 轉接觸了南中禪 因為女兒出了家 對不對 因為妻子去世之後 他沒有再續嫌 他就過了30年的關寡 獨居的生活 然後就打坐餐餐 簡直他只是住在家裡的寺廟 然後他把母親住的網川別葉 捐獻出去做什麼東西 做寺院 而且他把自己的名字叫什麼 就叫做王 唯摩傑 好 這裡第二次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開元22年 就是王偉34歲的時候 王偉他不是第一次被罷免 對不對 因為那個人五皇失職 後來有一個人當宰相 叫張九霖 有沒有 張九霖 因為張九霖的關係 他就被任命為 又時宜 張九霖拜相 王偉就去拜見他 因為張九霖的推薦 他就叫什麼呢 做了一個官 叫做幼石儀 幼石儀 所以我們會有時候稱他為什麼 這個王石儀 就這樣 然後呢 到這個開元24年的時候 也就是說才幾年 兩年張九霖就被什麼 被罷相 被罷相 當時被他 被罷相的人還有多少 還有一些像房碗 這個是很有名的 好幾個人 所以因為張九霖被罷 因為政治的關係 這個房碗牽扯到另一個大詩人 這個皇帝呢 罷這個誰啊 把這個房先生 這個房大人給貶了 杜甫呢 就起來勸見皇帝說 我們現在國家正在一個多世之秋 都應該要提拔人才 不宜這樣子隨便罷署人 皇帝就很生氣 說莫非你跟他投謀嗎 所以杜甫就因為 為一個比較不是很熟悉的 不是關係很明確的人 所以就這樣 就被連坐了 所以杜甫也就被罷免了 所以杜甫在詩中說 聞起明章柱 觀音老併修 所以我覺得讀中國這些古文章 就要讀出他們的古氣 所以我 杜甫 說我 我杜甫 說我 時gu 我杜甫 今天明文天下 哪里因为是我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我这么有名不是因为怎样 而是因为我为黄大人辩护 黄帝把我干什么 把我贬了 大家钦佩我的这个 你自己太不自量力 狼斃党鸡 所以我的名声 岂是因为我的文章怎样 而注明 而是我被黄帝贬择出了名了 为什么被黄帝贬择 我为正义发声 官因老病修 官啊退修是因为 不做官的是因为老啊病了才能退修 对不对 我还没老还没病就破我干嘛 就要修官 所以古硕这个文人有时候 说知识分子的可爱 知识分子那个最后的 最后一个让你说做一个知识分子 应该就是他的风骨 风骨很重要 所以这个张九龄因为被霸相 王伟也就被牵扯 所以就第二次被怎么样 第二次就被贬了 被贬 所以就打这个 唐代打那个吐蕃 吐蕃就是现在的西藏 打吐蕃有获胜 所以王伟就以一个监察玉石的声问 去干什么 去到那个河西走廊 去做宣伟 好 王伟因为用监察玉石的声问 去这个河西走廊 所以王伟就开始写什么诗 什么诗 编赛诗 编赛诗 你会发现这些文人是不是一个 叫什么来着 文武全才 这个编赛诗里面 我看我有没有选 唐代很多的诗人 几乎都有写的 尤其是圣唐的人 写那个 我们有一首诗 他写的叫官列 官打列 草枯阴眼疾 学进什么 马蹄青 有没有 说秋天的时候 大漠荒原 草是不是都枯黄了 枯黄那个老鹰在上面飞 那个兔子小动物是不是一览无遗 所以叫做草枯 老鹰的眼睛看得怎么样 很快 所以叫做草枯阴眼疾 血进 马蹄青 血都融化了 马跑起来是不是 很轻便的 所以王伟在这个时候写了一些 因为张玄伶的霸相 所以王伟也被牵连 所以是第二次被贬折 被贬折 后来又回到金中写了几首 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鞭塞诗 特别有名的叫做史智赛上 史智赛上 那个诗我看看 因为这跟佛教比较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没有把它给选出来 这个史智赛上是 那个叫做 有一两句很有名的叫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就是 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小东西 就是说王伟也写过几十首的一个编赛诗 那你会发现唐代的 尤其是圣唐到中 圣唐的人几乎每一个 每一个诗人都或多或少都有写这个编赛诗 为什么 因为唐代很有意思 唐代跟宋代很不像 唐代一开国就很像是青少年 所以那个国力是这样 是往上这样 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有所作为 去打这个匈奴 去经营西域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有个奋发有为 非常昂扬的斗志 宋代一开国就是中年人了 中年了 所以就这样 就很平的 两个朝代都开国都三百多年 宋代中间还断掉 但是加起来南宋北宋 北宋南宋加起来还比唐代多一年 还比他多一年 好 这王伟第二次霸相 王伟不是霸相讲说 王伟一共有三次被什么 被贬折 那么跟王伟在一起的一些 王伟亲近过的一些北中禅的 有几个人 除了 那个 所以有一个叫做什么 就是说 我看我们的诗里面 有一个叫做道瑞 有没有 没有 早早看来 瑞上人 有没有 那个诗 总之他有这个 在第三页 有没有看到 第三页的第一首 所以也就是说他 他这里面有 有跟这个北中禅 南中禅 等等的 那一共是被这个 被贬折三次 好 这里比较重要是在天保15年的时候 安死之乱 那个安禄山打进了 打进了这个长安 王伟来不及逃难 就被安禄山俘虜了 被安禄山俘虜了 王伟就被送到洛阳 然后就被强迫做官 做什么官呢 己事中 己事中 然后王伟就为了要表达他的 心这个名字 就是他的志气 就吞这个泄药 那以说拉肚子 以说生病就没有去就任 后来呢 但是没办法 安禄山就强迫他 有一天就在洛阳的一个宁碧池里面 洛阳的宁碧池 那里就摆宴 摆宴会啊 王伟不得步 知道吗 王伟如果不去的话 就会被杀 那当时有一个阅公 刚不是大阅城吗 是不是 有一个音乐师 就想到说 唐朝被这个安死之乱这样子 就对着这个 对着这个四川这个地方 向西就嚎啕大哭 这个人就被安禄山给这个 五马分试吃了 那王伟就暗中就写了一首诗 表达他的心词 各位同学就是在第二首 你要看这里 叫菩提士 敬陪提来乡说 逆贼等在宁碧池上做音乐 有没有 供养人怎样 等举身便一时泪下 我就诗成口 口嚎诵试这个陪提 这首诗呢 又简单讲叫做宁碧池 叫宁碧池 就是那个池 你看这首诗 叫万户伤心 生也焉 百疗何日 更朝天 秋葵夜落空宫里 凝蔽石头 纵管弦 看到吧 他说万户伤心 就是说长安的老百姓 一万户是代表多 长安的老百姓非常伤心 伤心什么 被安禄山占领了 就是说皇上出走 国家变成这么糟糕 生也焉 长安城原来是多么兴盛的地方 现在是野焉一片 生野焉 百疗何日 我们这些百官 哪一天才可以再朝见天子呢 就这句话救了王伟 表示王伟 被这个安禄山抓去做官 是不是不得已啊 我是思念谁啊 思念救主 知道吗 我们这些官员们 其实都很怀念皇帝 你在这里是被迫不得已啊 然后呢在秋风煞煞 秋天秋怀 就是秋天那个怀树 叶子都落下来了 所以叫什么 空宫里 什么叫 为什么空宫里 第一个 因为逃难是不是人都逃光了 因为跑进 所以这个唐代的大臣 军臣都逃光 所以叫空宫 再来什么空 什么空 因为秋天 是不是一片衰煞 气氛是不是很空啊 等于万物很极了 很极了 很衰煞的 所以是不是也是空 还有什么空 财物是不是被抢而空 然后呢 国运是不是很空啊 国运也虚弱了 所以要注意哦 中国的诗里面一个诗就可以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 很多层含义 所以这首诗所以 凝蔽石头奏管弦 我在这个 被迫不得已 在凝蔽石头 为什么 因为他是音乐家呀 是不是 迫于安禄山的 安禄山的一个强迫 是要叫他奏音乐 我是不得已被迫的 所以在凝蔽石头 所以这首诗 就充满了王维 对唐朝天子的怀念 这样了解吗 OK 等到这个安禄山被平定 八九年被平定 唐宿宗 唐玄宗的儿子唐宿宗 回来收复 重新回来做皇帝 就清算啊 我们长安陷落的时候 谁去背叛 就做了安禄山的虚伪的官 魏王朝的官 他说有啊 谁被封什么 王维也有被封啊 人家就听他讲 王维是怎样 是不得已 他是心怀百疗和日更朝天 所以这首诗就救了谁 救了王维自己 还有我讲过 王维的弟弟叫王晋 是不是 王晋就赶快说 皇上你把我的官 我都不做官好了 其实王晋那时候官做得很大 我宁可舍掉我的官来抢救 来敌我个个的罪 所以王维就以这个什么死罪 所以王维经过这么一次 这个是不是一次更大的打击 所以从此他对这个仕途做官 就比较就很淡薄 那么当然死罪 活罪死罪难 可免活罪难倒就被又被贬 这是第三次被贬 这样了解吗 所以王维的 也就是说倾向于跟活教的那个关系 有一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OK 王维大概一生写了四百多首的诗 四百多首的诗 然后呢 我觉得我们把它分为跟禅宗有相关的 我把它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叫做什么 禅室诗 叙述一些事情 第二类叫做禅室 说禅的道理 第三类表达禁戒的诗 叫什么诗啊 禅室 那我其中呢 都找出几首作代表 不是只有这些 这样了解吗 我选出来的诗是跟禅宗有关系 不是王维的诗 王维的诗有多少首 四百多首 我们把它归纳 那王维的禅室是大概有一百首 一百首左右 王维的禅室大概多少首 五十首 五十首左右 王维的 对不对 三十首 三十首 王维的禅室大概多少 五十 一百 一百三十 五十 多少啊 多少啊 一百八 然后他总共才四百首 所以可见比例高不高 高不高 非常高 几乎占了多少啊 占了二分之一 我们休息一下 现在我们要开始把王维的诗 这样的分类只是方便分 不一定是非禅是非什么样的 就是说叙述事情 那我们里面选出一些重要的 来做一个赏息 我不是要分析 好 休息一下下好不好 十分钟后赶快回来 所以有些事情要根据一下 因为通知我三月是比较少 所以呢 我们三月二十二号 七十四 五十七八十 在出色以后 然后 在东京南 发展 那那天呢 是我们要 诱 打 诱 诱 诱